而詹姆斯的泡麵新吃法 提起來很神奇 真的很漂亮耶 而且這個吃起來就像廣東泡麵 對 因為口感然後很香 它的口感真的很好 它是介於泡麵跟廣東泡麵總結 今天晚上6點到6點半 進行鎖定超市的33頻道 實在有健康 今天的十段有健康節目裡面 潘老師跟配合泡麵還防腐肌的迷思 真的嗎 對 對不對 小朋友 不會 這個泡麵裡面是基本上不太有泡 其實真正它不怕細菌之身 利有贏 而詹姆斯的泡麵新吃法 提起來很神奇 我們就在做一道叫做這個 蔥油底的泡麵煎 蔥油底 好特色 我一直聽過耶 我一直在用那種泡麵煎 這個東西是泡麵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料理 讓人意想不到的泡麵料理 馬上告訴你 歡迎收看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潘老師 今天這個主題爭議性太大了 是的 但是問題是呢 我們台灣又非常喜歡吃 是不是有人故意拿這些東西出來嚇人 講它不好不好 其實它是很好 它是有爭議啦 你不能講它做很好 但是我跟你講 你只要在那個飛機的那個後機室 台灣人幾乎人手一包都這樣 在飛機上面吃這個東西是缺德的 真的 整個飛機大塊崩潰 缺德 就是口水都一直流 然後一直想要去吃它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泡麵 是不是很泡 其實很缺德 好我們馬上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有人喜歡吃蔬菜 有人無肉不歡 這個 聽說沒有泡麵就脫不下去 第一位特別來賓 申東靜 大家好 各位歡迎大家好 申東靜 第二位應該是對泡麵有誤解 聽說他完全不吃泡麵 我們歡迎王凱莉 到底泡麵該怎麼辦呢 好不好 它現在是這樣了 那泡麵確實是大家所講的 它比如說多油 比如說多鹽 多鈉 同時它的營養成分 可能略低一些 略低啦 也不是完全沒有啦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吃這個東西是不是會 造成一些營養不良啊什麼的 所以你們的嘗試也覺得是這個樣子 是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加進營養的話 像我就會加蔬菜啊 然後加一些那種什麼 魚腳 蛋腳 燕腳 貢丸 蛋 它還加三顆蛋 加三顆蛋 我覺得對身體吃喝很大嗎 比較豐富一點 這樣就是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跟比較平衡 那你覺得泡麵有沒有營養 泡麵喔 本身是不營養 但是被我加了之後就更營養了 可是你用別的麵就好了啊 幹嘛要用泡麵 可是兩個要炒起來 就是你很少吃泡麵 因為泡麵有另外一種 就是它每一種口味 它的味道調味料裡面的那個 是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所以其實泡麵 雖然大家嘗試還是一知半解 我們馬上進行一些 跟身體健康有關的問題 好不好 來 我們來歡迎 這個健康水塘草 麻煩過來 好 我是可蘭 健康水塘草 第一題就是 哇 你有沒有看到 幾乎所有的泡麵裡面 都有添加一個維生素E的 這個營養素喔 那這添加維生素E 是為了預防細菌滋生嗎 多或錯 請搶答 好 請搶答 NOGING 按了很多時候 加維生素 你們兩個 要搶答嗎 這兩個好冷靜喔 對 還不如 還不如等人家按一次答對 我就是先看到他已經要按下去 就好按著 再有參與感 我覺得是錯 因為已經有 裡面已經有含防腐劑了 所以我覺得是錯的 恭喜申NOGING答對囉 哇 這個真的好兇喔 對啊 怎麼那麼強啊 其實呢 為了要加維生素E呢 它是一個 天然的抗氧化劑 所以沒關係 我們驚喜我們的 第二題就是 市售的保麗龍碗裝泡麵 我們沖泡後之後 再放入微波爐裡面 會更加的美味嗎 對或錯 請搶答 不會 錯 這是基本常識 恭喜你 答對了 對 來 這可能是基本常識啦 不過下一題就難囉 好的 接下來我們第三題就是 泡麵的脫水蔬菜跟肉塊 比新鮮的還要營養價值來得高嗎 對或錯 請搶答 錯 你怎麼知道是錯 我覺得是錯了 可是他說最近難得 我現在是對的 對 所以我選擇對的 好了 我要顧住囉 對 我聽你的喔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喔 你講清楚喔 你不要認識我 肯定你覺得對或錯 我沒有認識你喔 恭喜你 答對了 謝謝 不知道不應該相信你的 附導來賓 最後是不是在提醒你了 可是他真的很難 因為你會誤解 對 會誤解啊 所以對泡麵 其實大家真的是一字半解 所以潘老師 到底泡麵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是這樣 我剛才像第一題 我就看他很心虛在那邊亂猜 那結果呢 人家可蘭說呢 維生素一是叫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可以殺菌嗎 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蛤 他只是抗氧化 對啊 什麼叫抗氧化 抗氧化 抗氧化就是防止老化 你知道什麼嗎 他不是已經笑得很直接喔 笑得很直接什麼意思 防止空氣 其實是這樣啦 就是因為泡麵裡面 有非常多的油嘛 因為它大部分都油炸的 對 那這個油如果跟空氣的氧接觸 氧化之後就會產生油耗味 所以你的那個 一般像油脂含量多的食物 如果它壞掉以後 就是氧化而產生那種 臭油味的意思 但是問題是你泡麵 如果產生臭油會 買的人或吃的人 都不會很高興 所以為了要防止油的氧化 所以必須給一個 抗氧化劑下去 讓它不會把這個油氧化掉 所以就不會有油耗味 對對對 那至於說殺細菌的話呢 是叫做防腐劑 兩個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一個叫抗氧化 一個叫防腐劑 不一樣 不過我要強調一點是 這個泡麵裡面是基本上 但不太有防腐劑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真空包裝 所以不需要防腐劑 沒有接觸到空 它其實真空包裝的機率不是那麼高 因為其實那個泡麵的真空 密合度沒那麼好 其實真正它不怕細菌之生 另有原因 你答得出來嗎 選擇題嗎 沒有沒有 這也是對錯嗎 檢答題 都已經二比一了 你還想要對 檢答題 等一下 問題是 我忘了 為什麼泡麵不需要放防腐劑 因為它真空並不是真空的那麼好 它都有有效期限 對啊 對啊 它有有效期限 好奇怪 你不知道 對 因為它 究竟防止泡麵細菌滋生的原因是什麼 從頭回來告訴你 等等 但不是要告訴你 泡麵調味包這樣煮恐怕很傷身 它把它剪掉之後 它把它整包剪開 就把它丟到水裡 連塞膠一起煮 煮完之後就把它拿起來 那就不太好了 它就所有的味道 全部都進到裡面去 可是真的是不建議 很健康的 而泡麵絲的泡麵料理 更是充滿創意與驚奇 它完全不是在用那種 煮泡麵的方式煮泡麵 這個顏色好漂亮 真的 它油亮油亮的 感覺上好像Q彈可破 對啊 到底泡麵Q彈可破的秘訣是什麼 光它回來完整公開 為什麼泡麵不需要放防腐劑 其實它真空並不是真空的那麼好 它都有有效期限 對啊 對啊 它有有效期限 好奇怪喔 你不知道嗎 對 因為它沒有水 它脫水 所以細菌本來不容易生長 它太乾了 那個細菌在一個沙漠裡面 它也合不太起來 牌老師 它有一些泡麵 在日本有一些所謂的生麵 它是濕的狀態 那這個裡面就可能會添加防腐劑 就有可能了 對 如果是 但是它通常真空度很好 你像我們到那個生鮮超市去買 那種日本經常有那種烏龍麵有沒有 烏龍麵 你可以看到它就縮得很緊 對 縮得很緊 有沒有 那個就真空 真空度好很多 那確實細菌要活 除了要水分之外 它還要有空氣 所以要不就是要斷 要不就是斷水 要不就是斷氧 斷氧 斷氧 那我覺得第一題應該噴它 至少我答對 這跟細菌那裡面本來就沒有細菌 對 它蒙到的 蒙到的 蒙到了算我 你兩人都太對不對 你自己也猶豫不決 要不要害它 不過我請問喔 兩位應該多少從小都有聽說 泡麵吃多了以後會變成木乃伊 對 對不對 小時候 那到底會不會 不會 那當然是不會 因為沒有防腐劑 那如果像剛剛有維生素E的話 會不會有些人是不適合吃泡麵的 不會啊 維生素E本來是需要的營養成分 你本來就需要這些東西 那泡麵有分油炸跟肥油炸 那它營養價值有差嗎 就營養的成分 它的營養價值是一樣的 因為都還是那個麵 只是說油炸的麵 它又吸了很多油進來 然後你那個烘乾的麵 是沒有吸油進來 就插在這裡而已 就跟那個白斬雞跟炸雞的意思一樣 講得太好了 那個酒也很好 不 但它就像白斬雞 我就是炸雞這個人 太用力了 那如果剛剛像第三題 不是說不能用保麗龍嗎 是因為用了保麗龍 裡面是不是有毒素 但是一般有的人 是就是利用那個保麗龍碗 因為懶惰嘛 他就直接把熱水 就沖到保麗龍碗裡面去了 那有的時候 他泡的時候沖不開 沖不開了以後 他想說他又懶啊 他又直接放到微波爐 再加熱一下 讓它稍微軟化這樣 這個就是完全不對 對啊 因為你微波爐你放進去 因為保麗龍 它能夠承受的溫度 差不多是70到95度左右 那你進到微波爐裡面 當然微波爐不會讓 保麗龍熱不會 可是它裡面的液體會熱 對 那你熱溫度一拉開 對保麗龍吃掉 這身體就不好了 對啊 我覺得James真是厲害 他講的這個非常科學 你講的非常科學 對不對 你怎麼講出來 確實是我們那個微波 那個microwave 它的那個波長 剛好只能加熱水而已 你講的是非常科學 因為微波爐是靠水來共振 然後加熱的 哇太棒了 就是對 真是沒有錯的 所以基本上是水的溫度上來之後 會造成保麗龍的塑化劑 會溶進水裡面 溶進水裡面 對不對 那可是剛剛第三題我們講 脫水的蔬菜跟泡餅的肉塊 營養成分沒有比較高嗎 它營養成分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很多的維生素 會流失掉 畢竟乾掉 因為它乾燥以後 它很多的維生素 會隨著水分而不見掉 對對對 而且尤其在乾燥的過程當中 它也必須要有一點加熱 所以它必須要加熱把它烘乾 你一天自舉反泡麵 我幾乎因為正餐是吃 一定是吃飯的 可是宵夜是天天幾乎吃泡麵 哇 真的 我超愛吃 那我大概可以預測 你大概在幾年之後 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會非常的高 你不要以為說你不胖 瘦子一樣可以瘦子 真的嗎 那當然 對 現在很多人是外表瘦 對 你也是瘦子 可是我不吃泡麵 現在很多人外表瘦 可是器官很胖 而且最重要的是 心臟血管出了問題的話 可能性功能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性功能也會喔 所以泡麵有點概念了 有有有有 不能每天吃了 所以還好都沒有吃 我們現在來進行第二個單元 跟料理有關的一些問題 好 好不好 那進行這個健康水塘考 麻煩可蘭謝謝 好 健康水塘考 Part 2 第一題就是 泡麵是日籍台灣人發明的嗎 對我錯請想答 我幫我按嗎 我看你要按了 我只是先拜而已好不好 我怕你先搶啊 還是你幫我先壓咧 對 請回答 泡麵是日籍台灣人發明 台灣人 所以是 錯 你答錯了 早上好我手離開一點 沒有 你手離開一點 凱蒂還就會幫你按喔 那好的 接下來我們進行 第二題就是 煮泡麵的時候麵條 他還沒有搶完啦 太早搶答 不要太早搶 第二題就是 煮泡麵的時候 我們麵條先用熱水燙過之後 再煮泡更健康嗎 對或錯 請搶答 錯 對 這個沒有自信 你答錯了 閃都沒有閃 真的喔 你真的好帥氣喔 對 這個 好的 我們第三題就是 泡麵會呈現捲曲狀 是因為油炸的關係嗎 對或錯 請搶答 對 對了 你答錯了 對 你們這一組發現 對 錯了一把 都錯了 首先 我們這個泡麵的發明者 其實真的是一個台籍的 台灣的日籍的這個台灣人 台灣的日籍喔 對 他在年輕的時候移民到了日本去 他叫黃百夫 對 後來改名叫做安騰百夫 現在日本最有名的日清拉麵的老闆 前一陣子過世了 前一陣子過世了 前一陣子大概兩三年前過世了 所以大家很多人在增產 其實就是因為他發明這個泡麵 對 你看台灣多重 另外就是剛剛有出一題就是說 我們這個泡麵如果說是能夠先燙過 再放進去煮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一般的麵都是油炸的嘛 你如果說能夠在另外一個鍋先煮一下 它這些油就會煮到這些水裡面去 再撈過來的時候就變成油量就會降低很多 另外就是說它在那邊的有一些是化學物質也會都煮掉 就過來就比較乾淨 這樣就很麻煩了 麵不就會很爛了嗎 對啊 沒有 過下來過下來過下來 那是時間的問題 然後我們剛剛第三題 麵會呈現這個捲曲狀 的原因是因為它第一 比較好包裝運送 在當初這個安騰先生在發明 體積縮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在煮的時候 我們都有長的麵條 直接過去 它的熱沒有辦法悶在麵裡面 可是如果彎曲的時候 你在煮的時候 可以悶在這個麵裡面 所以它比較快熟 所以叫方便麵或快速麵 方便麵或快速麵 或者說不要煮了 就是泡 因為有的時候它在 比如說像飛機的過境式的時候 坐飛 它那就是泡 那個真的是不道德 而且我覺得最討厭的是空姐 因為一個人開始吃的時候 所有人都按膚靈 對 好 那我看差不多這一 那我還有想要問耶 有 有 等一下要講出聲出聲 那現在有時候像那種肉燥包 不是都會想要很省嗎 然後用筷子把它之後夾進去 然後還會在那個熱水上面 稍微再沖一下是不是也 也太省了吧 我沒有遇過這樣子耶 它還算不錯的 我看過 我以前泡過麵的這個話 那真省 它把它剪掉之後 它把整包剪開就把它丟到水裡面 那個塑膠一起煮 煮完之後再把它拿起來 那就不太好了 它就所有的味道 全部都進到裡面去 可是真的是不建議 對 在網路上是有一個謠言 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煮泡麵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調味包 是後下 而不是先下 因為有些人是 很早就把調味包擠進去 然後在那邊一直煮 一直煮 那在網路上的謠言是說 那個調味包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味精 味精叫福安酸 那這個如果煮很久的話 它怕它會變成叫做 焦福安酸 焦福安酸是對身體非常不好的 但是其實呢 是沒那麼嚴重 因為要把福安酸 煮成焦福安酸的話 所以一般 你有水只有100度 所以其實這個 今天就借這個實在有健康 破除這個網路謠言 就是說 你這個調味包 不論是在 什麼時間 在之前放或之後放 它都不可能造成身體的毒害 不可能的 所以不要緊張 不要被網路謠言講的 放在外面 我沒有放進煮 可是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對 對 那今天我們既然了解了這麼多泡麵以後 我們James要帶來 今天的跟泡麵有關的菜名 是不是 我們現在做一道叫做這個 蔥油餅的泡麵煎 蔥油餅 好特別 我第一次聽過 我也是自己第一次 第二次做 我也是自己第一次 第二次做 第二次 你第一次做給我女兒吃的 對 是不是又是一次美麗的錯誤 這個 比較正經 真的啦 這不是錯誤 這我學到我 好期待有這樣泡麵的主法 試試看 你就可以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我們馬上進行我們的健康上台 來 我們馬上來進行我們的 蔥油餅泡麵店 這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 泡麵跟蔥油餅在一起 對 其實這是我在武漢內地 我吃過一個東西叫做豆皮 豆皮 對 他們是用像我們頂邊做的 你知道嗎 淋在鍋子上 然後再放油飯進去 然後壓一壓再翻過來 包起來 對 然後我們今天用一包的泡麵就好 一包的泡麵 對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 我們剛剛講說過水 過水 對 稍微把它煮軟了就好 因為你看現在這個 開始釋放出來就是 就是麵粉跟麵粉 油耶 對 真的耶 變色了 對 泡在那一碗的時候都看不出來 因為它吸了油之後 泡麵就會變成稍微黃色的 等到你把那個油煮出來以後 它就變白色 就白了 你就跟那塊比就差很多 這兩塊一比 肉燒好大喔 對 所以你看 你都把那個黃的去 對 把那個油都吃進去 對 我們現在先把它撈起來 Q度剛剛好耶 對 對 那先把它旁邊 它完全不是在用那種 煮泡麵的方式煮泡麵 沒有應該 就感覺是好厲害的一道菜 這個是 就是家裡面可能 你要來家裡做客 那你 我煮個泡麵給你吃 然後你覺得 你弄個泡麵 你用這樣子的東西拿出來 泡麵可以弄成這樣子喔 對 感覺就會不一樣 對 泡麵 有拿出來喔 真的很漂亮耶 而且這個吃起來就像 對 對 它有口感 然後很香 這樣不會覺得比較有喜意嗎 對…有 真的有 對不對 這個是 就是家裡面可能 人家來家裡做客 那你 我煮個泡麵給你吃 人家覺得 你弄個泡麵 你用這樣子的東西拿出來 泡麵可以弄成這樣子喔 對 感覺就會不一樣 對 對 就是又要省錢 然後又要人家不要講他 對 這樣懂了沒有 應該這樣講了 這個 這個就是技巧啦 來 這醬油膏 醬油膏 放點醬油膏 因為我們還有醬料在上面 對 蒜 醬油膏跟蒜 對 等一下應該會打蛋 不會 不會喔 當然是在麵上 來一點辣油 辣油 來 來一點醬油 差不多 分量都要多少 醬油膏是大概一大匙 醬油也是一大匙 對 然後這個 紅油的話就意思意思就可以 後面放的是紅油 對 這個地方是紅油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醬料的部分 然後再放一點 大概半匙的蔥末 然後香菜末 好豐盛喔 而且其實好壞喔 對啊 這是我們的醬汁 好 我們現在蔥油膏把它先放 來 我們把麵放進來 為什麼 炒麵了嗎 這個時候要炒麵 炒麵 我們把麵湯再放一點點 這個我們沒有放全部 就一點點 為什麼要放麵湯 我們現在要把調味包加進去 原本它的調味包 對 然後調味包你不要放多 大概放半包就好了 對 太鹹了 因為我們不是吃湯麵 太鹹了 對 半包 然後這個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油包你可以多加一點 沒關係 如果你喜歡 不然你就加半包也 半包 我建議是半包就好 比較健康嗎 對 太油了 對 醫生好害怕 在做菜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養生的專家 對 等到這個融掉的時候 你的香氣就出來了 好 我們就把它固定起來 那個顏色好漂亮喔 真的 它油亮油的 感覺上好像Q彈可破 對 很爛耶 是Q 整個麵的狀態是好的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打蛋 我們廚師的話 一般我們就直接就翻了 可是你如果不會翻 你就先這樣子 對 我看 然後翻過來 你看 哇塞 好漂亮喔 你看 哇 我們鏡頭有聽出來 真的很漂亮耶 而且這個吃起來就像 對 很有口感 然後很香 好 然後現在 讓它繼續再煎的時候 我們把蛋 放上來 那要放多少 半顆嗎 沒有 大概半顆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對 你把它帶 有兩匙才差不多 對 把它鋪上來之後 然後把 冬油餅剛剛的 把它放上來 哇 對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個料理 哇 James 我們真的是 只能講說 越來越佩服你了 好 那差不多 差不多 蔥肉餅已經黏在麵上面 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哇 你看它切下去的時候 是真的像 還有聲音的 酥酥脆脆脆的 把它拿來放在盤子上面 這個時候 要 OK 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還有功夫喔 拍得漂亮 原來是這樣的 還沒 你把我一句話講出來了 不好意思 這我也會 柯老師跟我戲 想的一模一樣 我也是 趕快把它過去而已 還沒 還沒 還有這些 這零一上去而已啊 哇 這樣子不會覺得比較有喜慾嗎 對 有 真的有 對不對 然後最後香菜 綠色的部分再上來 了解 了解 相信才會有 好 就這樣 這邊簡單 嗨 蔥油餅泡麵 對 蔥油餅泡麵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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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不好 我們馬上來上菜 好 我們就來嘗一嘗今天的這個 蔥油餅泡麵煎 對 蔥油餅泡麵煎 像那個 皮的下面還可以放一些青菜 蔥油餅泡麵 蔥油餅泡麵 一把蛋放上去之後 它可以黏住就沒了 那也可以放肉嗎 肉麵 可以 魚腳 魚腳 因為那個不搭了 那個就不搭了 可是真的很好吃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可以要學起來 而且很簡單 對啊 如果有客人晚上來家裡的話 就很輕鬆 可以直接吃這道菜 而且剛剛James還講說 他裡面還可以放一點青菜 對啊 所以吃的就更好 對 那其實滿有趣的吧 很有趣的 而且又好吃 好 不要忘了 每天主持收看我們 再有分享 教您吃之好健康喔 拜拜 拜拜 吃香腸配養樂多會 喝這個乳酸飲料的 乳酸菌的能力 也沒那麼強 因為它濃度很低 其實它很難產生 翻鍋一下看嗎 好 來 你看好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本來相信它是 梅集結婚的主持人 就是你等下看我翻鍋嗎 好厲害喔 好弄吧 好弄吧 我飯杯牛肉汁 你以為我會翻嗎 明天晚上六點到六點半 進行鎖定超市山山頻道 實在有健康 好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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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弄吧